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共的总理李克强多次喊话要过苦日子 之前我们做过节目中国多省的公务员悄悄的降薪 浙江一名女公务员日前披露 她的薪水骤减了25% 目前一年也就是5万元 浙江这样发达的省份就属于中低收入 之前中共体制内也有很多的经济学家有预警 说中国经济马上就要进入困难期 但是没有引起中共高层的注意 她们每天纸醉金迷都活在幻想当中 以为中国的百姓多么的安康幸福 这名浙江的女公务员在社交媒体上 也就是微博 如此的抱怨诉苦 指责杭州的财政部门没有公布具体的原因 直接就减薪 还有一些绩效福利也取消殆尽 严重的影响了很多公务员的家庭生活 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除了意识形态的事呢 什么爱不爱国呀 反文反党 有什么不当言论 除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像老百姓真正的民生 共产党是绝对不会管的 除非到了老百姓活不下去 要跟政府拼命的那一天 也许能发给你点福利 但是出头拼命的人 一定会拿下弄死他 这就跟八九学朝是一样的 枪打出头鸟 然后安抚其他的群众 老狗呢 也就会玩这些老把戏 如今呢 公务员的生活都开忧了 又何况底层的普通百姓呢 除了公务员以外 各地的人民教师 他们的年终补贴 也是暂缓发布 估计会推到明年的春节前后 还有深圳落户本科 有1.5万的补助 硕士有2.5万人民币的补助 现在呢 也全都取消了 按理说 深圳是全国财政 最充足的城市之一 如果深圳的补贴 都很难兑现 那其他的城市 就更没有办法实现了 早在今年的7月 就有多地的公务员 教师开始教新 宣布取消部分的福利 之前在中国公务员的时候 是最为稳定的吧 而且人民教师 也是很有社会地位 因为这些人民教师呢 也就是所谓的红色教师 必须宣传共产党的理念 来教育下一代 人民教师和政府公务员 可以说跟共产党是一家人 如果这两个群体都要降薪 可想而知 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 有多么严重 就在今年中共的病毒疫情 贸易战 水灾 等等多重的因素叠加 中国的经济早就大幅的下滑 直接影响各地的财政收入 中共的总理李克强 也多次的喊话 要过苦日子 到了8月份 大陆财经专栏 发布官方的统计数据 中国的31个省市 上半年的财政收入 只有上海有财政盈余 其他31个省市 根本就没有盈余 而且欠了一屁股的债 压力最大的就是河南 四川 云南等等省份 收支缺口都在2500亿元以上 此外呢 中国的财政部 11月23日公布了最新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数据 截止到2021年10月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 余合为29.7万亿元 一到10月 全国发行地方政府证券 6.5万亿元 高盛集团就此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 中共地方政府财政总额 达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 那这些隐形的债务 不会出现在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而且其结果就是 地方政府的亏空 中央管不了也帮不了 地方政府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地举债 现在是成一个完全失控的状态 2015年地方债务达到了3.8万亿 以后就是4万亿到6万亿 今年呢到了7万亿 这是非常疯狂的发债 如果地方财政靠债务来维持的话 那钱不是无限的 只能靠印钱来实现 接下来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整个经济就会垮掉 其实像这样的状况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专家来分析 随便找一个学经济学的 懂一些金融知识的本科生 都可以分析出经济要垮 中共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也一再的发出预警 如果中国的经济这样运行 可能会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那最后倒霉的呢 还是那些没有特权的底层的韭菜 而压垮他们最后的一根稻草 正是房地产 中国百姓的财产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房地产 他们相信了媒体和政府的欺骗 把毕生的存款用于首付 未来的收入用来还贷 那这种模式的家庭 是最容易倒下的一批人 比如说啊 有这么一对夫妻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5000人民币 两个人加起来呢就是一万块 可能生活在二三线城市 买一套房子 100万人民币 贷款30年 每月还款4800元左右 像这样的家庭结构和收入 去掉生活费 其实还房贷还绰绰有余 听了专家说房价会涨 政府媒体一起欺骗 所以他们就下了决心去买 买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济状况 他们的收入一定是有所下降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 或者老人生病 这些钱可能就显得不够用了 所以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家庭 房贷已经断供了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银行就会发一个通知书 把这个房产进行拍卖 还有很多的投资买房的人 以租养房 随着中国失业潮的席卷 租客就不断的流失 租金呢也一再的下调 那这个人群可能是第一批要破产 所以现在有大量的断供的拍卖房 但是更可悲的是 无论这些拍卖房的价格多么的低廉 已经没有人愿意接盘了 刚需的人已经都买了房子 投资的人呢 已租养房也不太现实了 房地产的垮台 看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根据官方的统计 中国居民杠杆率是72% 负债总体超过60万亿 从表面上看 中国的居民杠杆率 还远远低于企业杠杆 但是要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平均值 居民的负债和杠杆 并不是平均分布的 尤其是对那些有负债的 中下收入的家庭 债务负担 又远远比数据上要严重得多 中国有负债的家庭中 金融资产负债率 平均值是85.3% 而中位数是117% 在这些负债的家庭当中呢 超过一半以上 它的负债率是超过100%的 那我们说了 中国人的财产主要就是房产 而房贷也占到了 家庭债务的75.9% 那中国人民银行 在20年做过一个调查 它发现这些负债率 比较高的家庭 恰恰是收入比较低的 那收入水平在那摆着呢 房贷还款能力 肯定是越来越差呢 而断供违约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高 所以韭菜的命运 永远不会翻身 有些人觉得自己有套房 就摆脱了社会底层 那其实呢 就是刚刚掉进陷阱 还不知道自己被套牢 未来房价的大跌 中国的购房者 希望断供之后全身而退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的有关部门 肯定会马上推出政策 打击故意断供的违约的人 比如政府随便补充一个信用评价体系 体系崩溃你什么也做不了 工作你也找不到 那中国老百姓 只能埋走苦干 继续的还房贷 连宣布个人破产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被官方评为不诚信的人 那中国政府就非常狠毒了 首先 仅值你买飞机票 买火车票 这是必须了 再狠毒一点呢 仅值你的子女读重点的学校 如果是最最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会限制人身自由 你敢反抗 那就会有牢狱之灾 那这个代价肯定是老百姓不能承受的 我相信随着房地产的崩溃 这些政策会陆陆续续的出现 中国政府绝对不会为老百姓解决什么问题 它只会在乱世中更加的压榨百姓 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 像我们普通人 在经济如此萧条的今天 怎样才能继续生活 不被社会淘汰呢 那我个人的意见呢 就是首先不要相信政府 要有足够的分辨能力 如果足够年轻呢 最好学一技之长 学习一项机器不能代替的技能 什么教师啊 木匠啊 艺术家呀 或者是竞技体育 难管是电子竞技 因为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服务 千万别去做什么国家公务员 在哪个窗口啊 为谁缴费 这样干一辈子 或者去公交车卖票 像这种政府的公务员工作 表面看似光鲜亮丽 入职的时候可能呢 也经过考试 甚至走后门 拉关系 花了几万几十万 那这样有一天 你不被后来花钱的人所淘汰 你也会被机器智能时代所淘汰 因为你干的活机器都能干 国家养你干嘛呢 而有了一技之长的人 一定能顶住经济危机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 什么样的世道啊 他都需要老师 都需要厨师 木匠 这些是社会必不可少的 而那些想当公务员的朋友啊 我劝你就算了吧 盛世的时候也许还好 中国现在的现状啊 已经到了这个朝代的末世 所以熬过这个朝代 就会有春天 好 这就是真心的宣布内容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